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是在斯特波维定居点发生战斗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段视频它证明了俄罗斯军队曾经一度攻进到斯特波维定居点内 这个画面的主要是说一辆布莱德利和一辆丛林大师在斯特波维内和俄军作战的情况 大家注意看一下建筑物的形状 这个视频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也只能做一个粗略的判断 大概是有四排建筑物 它的远处是有一个绿树带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斯特波维的地图 斯特波维实际上这个视频拍摄是由西向东 也由左向右拍摄 最上头一端的建筑物它距离更长一些 它和地图是能够相符的 一共有四排建筑物 这个路两侧有两排 对面是一个丛林带 当然它并不是特别清楚 大家可以大致判断出来 我们说呢 这个战斗画面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俄军能够拖走在树林带当中被击毁的一样布莱德利 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箭头指的位置 这就大概是布莱德利被拖走的位置 它的下方这个位置大约是俄罗斯沙福的一个位置 所以整个双方是实际上攻到一线 原来我做的判断呢 是在沙福的时候呢 俄军可能是一次偷袭 现在最起码看这个一个完整的行动 就是说俄军在这次进攻当中 实际上是已经进入斯特波维这个镇子了 在后来的相关视频当中呢 实际上在加土队附近的俄军的突击部队是被炮击过 所以我说在这个区域俄军的控制也似乎并不稳固 另外呢在这个点红色的点 我们待会看另外一个视频 其他视频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区域当中 乌军跟俄军也是有战斗 所以在斯特波维的这个作战 应该说俄军曾经已经突出到斯特波维 最近的情况似乎还是在周围进行战斗 我们看一下这是另外一段比较新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当中呢 乌克兰军队使用布莱德利在对远处进行攻击 我们看一眼它发生的位置 它发生的位置实际上更在前头这一段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处在斯特波维东侧 似乎俄军正在向东退回去 也就是说进入斯特波维的视频是先出来的 而这一段视频呢是后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关注一下吧 目前双方应该是在斯特波维附近 还有比较激烈的战斗